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精英杯首篇的赛事 冠中南区在小西湾运动场 今季第三次面对港会 由于六日之内要面对三场赛事 冠中南区今场在人局上都有所谈整 担任队长的林河军和患章李日俊 今季首度以正选的身份上阵 之前已经是两姓港会 冠中南区今次仍有较多的攻势 第一次攻门是来自梁子城 但偏离目标 梁子俊接应迪基图的传送 落到右路传中 和达在前柱慢了半步 最后被港区的守卫解位 捱过了冠中南区一轮的攻势 港区都有机会打开记录 白志杰推入近区左路站位起脚高出 比赛去到23分钟 林浩军斜传给许云峰 阿峰在左边看道定传中 落点恰到好处 夏志明在门前接军第一时间起脚撞入 为灌中原区凝事都给力 四分钟之后 陆子侯三十码外的罰球 可惜就出了界 其实港会都有很多机会 可以在上半场完结之前攀平 占视比赛半次跟着竟然高出了 下半场只踢了六分钟 陆志豪在左边的角球传中 迪基涛在后处二传顶入中路 加拉道半前加一脚射入 为灌中南区拉开零先休息去到两球 完场前九分钟 一队后备入闭的球员差点都有进仗 郭庭圆开出各球 比涂一顶 可惜被救出 在保释阶段 港会罰球传入禁区出现了一片混乱 但港会球员转身挂射 紧紧高出未能够破板 最终南区以2比0击败港会 晋级八强 对手将会是李敏流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oger